全球狩猎制轨列车正式实现城市公共交通道路试验运行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4日星期二 10月23日由中车诸州电力机车研究所 由线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制轨列车 在城市公共交通道路上试验运行 全球首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施办线 一期工程体验线完成基本建设 开始线路疲惫测试 即将在湖南诸州投入试运行 对于具体的正式运行时间 据诸州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何建波在会上表示 预计时间点在明年春节 据制轨列车生产商 中车诸州电机研究所有件公司方面介绍 首批服务于体验线的制轨列车共有三列 也是明年春节将投入运行的列车数目 截至目前车辆已经在前期完成了24小时 不间断的试跑 城市道路运行测试和线上连钓连试 在开车现场看到 列车运行室里 驾驶室里虽然有司机 但司机全程无需触碰驾驶盘 属于无人驾驶状态 司机需要做牵引 制动 主动安防 以及对列车行驶方面进行辅助操作 比如在其他车辆进入自身轨道时 司机需要进行鸣笛失忆 而列车在进行换道转弯等操作时 司机无需手动操作 列车可自动完成 并发出风鸣声预警 据悉该线路预计于明年正式上线 届时当地市民将可免费体验 此外 17神龙大道师范体验线正式上线后 诸州市还将启动师范线27工程建设 27线路设于长江南 北路 恒山路 全长约9公里 与17连接并形成环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看